帶你找一個知識 我們學校最知名的大帥哥 給過嗎 過 給過 曾經在韓國擔任過練習生 我也是在韓國 擔任過練習生 李孟淳 AKB的 耶 這張很文靜 哦 那走一張就怎麼都不一樣了 我有出道 那是哪一個團體啊 Cherry Boland Cherry Boland 一起上學吧 今天要幹嘛 大家好 我是蔡拉 我是前惠 今天我們來到 中信 前日學人 啦啦啦啦 我們今天應該由你來 帶我們去尋找的 像花校長 就你當地培 對 我是地培 沒錯 沒錯 那我們直接去找吧 好啊 我夠夠 好 請呢 讓我們一起上學吧 就知道囉 GO 你要帶我去找誰啦 我現在是帶你找一個 就是我們學校的 最知名的大帥哥 真的嗎 就是這個 哦 給過嗎 過 給過 這是我們的舞蹈老師 大家好 我是崔陶英老師 我現在 裝進告辭 平衡時刻的 K-POP舞蹈老師 好 謝謝 他現在有女朋友嗎 現在有這麼親戚嗎 沒有 沒有 還沒有 沒有 他太喜歡怎麼樣練習 哦 以上有女朋友 你喜歡藝術的人嗎 有禮貌的 表現太簡單了吧 但我有一個問題想問 他看起來很小 年輕人嗎 一年輕人嗎 一年輕人嗎 他很小耶 嫲嫲也不是她 嫲嫲 嗯 嫲嫲 好奇怪 好 那我們韓國語 啊 嫲嫲 嫲嫲 可以按雙 然後這個型可以嗎 沒有 以後才會有女朋友 我沒有要褻獨一位 今天是千惠的自卑 對啊 千惠自卑 還好吧 我已經表現得很熱情 嗯 有嗎 大家有言 你們有沒有遇到什麼有趣的學生 對啊 有一個 潛民的學生 對 潛民的學生 有一個 學校的小賴 小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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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們學校有沒有推薦的正妹或是帥哥 但不准講太拉 嗯 再一個星羽族的林婷玉 林婷玉 日常很文靜 她會講的話 如果她在走音上就整個都不一樣 哦 所以她要很常開走音 走音有問題 對 那我們直接去找看看這個人 好呀 謝謝 拜拜 那我們要找一個叫 婷玉的 留在這裡嗎 找這個嗎 哦 好可愛喔 我先聽妳自我介紹好嗎 大家好 我叫林婷玉 然後今年是裝進高職二年級 然後興趣是跳舞 我可以看一下妳的抖音嗎 因為我真的 因為他們剛說妳在抖音 他們反差很大 妳可以教我跟泰拉 來 我們一起拍一個好不好 好啊 因為我們兩個就是 抖音 泰銘 對 我也 我超爛 我可能用一個好不好 H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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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剛剛呢 剛剛馬上學習了 拍抖音的那個部分 對 也是拍了滿久的我們 那你們學校有沒有什麼風雲人物 或是你覺得很有名的人 嗯 就有一個跟我們同屆的 她叫林玲 謝謝你 謝謝 這是我們小賴 大家好 我叫賴宏依 時間是二年級 大家好 我是花哲銘 今年高三 然後考上了 台北市立大學街舞組 學位我們先看完表演 然後再一次去訪問她好不好 好喔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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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讚啦 她有那個很 就是對那個音樂的質感 對的 我剛剛就突然發現一個 Fight score high的 Locking 亞軍 好Locking喔 我歡迎她出場 усering 花花小Lime 愛你是 我叫劉彥廷 小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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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好像綁入中間 對 從今天開始對待笑容 好 OK嗎 這個出話喜歡嗎 是 讚 要不要推薦一下你們學校的笑話笑草 李夢蠢 李夢蠢 他好像AKB的 他感覺是可愛型的嗎 就是那種 I want you 的這種 謝謝大家 掰掰 各位 為什麼 為什麼你上廁所可以找到正面 等一下 稍等一下 我們在洗手 我們從廁所抓出了 剛剛 浩花他們推薦的 李夢蠢 耶 我覺得他長得很韓 很韓 對我們團員都說我是韓系 那你當初怎麼會選一個 跟你自己的風格比較 一開始本來就沒有認定我是韓系 或者是 我就覺得我是台灣出生的 音樂 沒有給自己設限 對對對 然後就是有什麼機會 我就去什麼地方這樣子 然後剛好AKB上了 然後就去AKB 然後就去AKB努力這樣子 只要就是自己努力 在那裡都是一樣 有機會就是要去把握 對啊 就是三分靠命運 七分靠努力 其實他剛剛也 我發現他也是一個 真的很台灣為小孩 剛剛前面那時候我是台灣 小孩 三分靠命運 因為我今天看到他的時候 我會覺得他感覺是偏氣質那一類的 然後結果畫質滿多的 我不講話的話是 不能聊得來的女生 就是這樣子的話是 一開口就 就 啊 可是這樣沒有不好啊 因為原本會覺得感覺好像很有距離感 可是因為這樣真的聊天下來 我就發現他其實人滿好 我曾經在廁所就是 做我們一起做的事 然後 等一下你們一起做的事是什麼 就是 然後 就是 在用到一半的時候 就突然說 欸 李夢淳看起來真的很急 XXX表什麼的 然後我就 蛤 我在廁所為什麼要聽到自己的壞話 是要有多瞎啊 這麼大一個漂亮的女生在旁邊 然後都沒有發現她 然後還在講到壞話 還被人家發現 因為我朋友也有跟我說過 就是如果單看我的臉的話 或者是這樣我走過去 他們就會覺得就是 綠茶錶這樣子 嗯嗯嗯嗯 就感覺好像在轉身 我看起來很公主 對然後因為我講到聲音 就這樣 他們就覺得聲音很髒什麼 就這樣 天啊我好像多低才可以 對 就大概像我一樣 你這次講話就 對啊 不要講我壞話啊 幹嘛啊 這麼低 講話低雖然雙菜八 比較容易跑出來 那我們一起 3 2 1 那可以講理想型 理想型就是不要比我愛 然後 不可以抽菸喝酒太愛玩 可是如果有人生的目標的話 就是我可以陪你一起去達成這樣 對 可是那樣也要等大三之後 那妳有推薦 就是妳們學校有什麼比較 呃 女生的話就問男生好了 帥哥 演三婆好像有幾個 練習生都還蠻帥的 喔所以也是練習生 演三婆是我們學校號稱的 練習生班 對 感覺很厲害 那應該很多帥哥 優質班子 GO 掰掰 你們好 妳好 剛剛有人推薦說 你們班都是帥哥 對 這樣看之下 的確是小鮮肉 沒錯的 謝謝 試我介紹一下吧 我是來自莊敬高職的學生 劉皓文 我也是來自莊敬高職的學生 王君豪 來 介紹一下你的來頭 我曾經在韓國擔任過練習生 對 目前是因為疫情的關係 所以暫時先回來學校讀學歷 那在那邊是不是壓力很大 因為感覺那邊好像訓練什麼 是啊 那邊要學語言唱歌跳舞 對啊 對 所以你也會講韓文 會 自我介紹一段 你好 我是劉皓文 很勉腆耶 害羞 害羞 對 他畫很少 他畫很少 那你畫有比較多嗎 他畫很多 那來來來 換你 你好 黑皮白的總朋友 喔 也都會講耶 馬上 為什麼你也會講 對 為什麼你也會講 我也是在韓國 我上過練習生 然後上過幾次 那 你過去說 我發現什麼醜事嗎 我是沒有發生過醜事 但是 就有一次吧 我去錄影 那時候我們有搬到一間宿舍 嗯 然後那間宿舍是我們公司 出了靈的鬧鬼 喔 然後真的是 真的是有鬧鬼 那天晚上錄影回來的時候呢 那時候 廁所就開始 噢 非常奇怪的聲音喔 然後那時候我 日本隊友也在我旁邊 然後日本人就跟我說 那時候他們以前 日本隊住在那間宿舍的時候 有曾經有 就玻璃 玻璃嘛 鏡面 上面出現 有那種音 一個一個音出來 我的天 然後有一次就是 我全部室友都出去逛街了 然後我一個人在宿舍 然後我聽到我廁所有人在洗澡 然後我就想說誰啊 然後我也沒去管他 然後結果突然 玩到一半手機 我室友回來了 沒有人在廁所 我真的會嚇死 那真的恐怖 現在太可怕了吧 但我還好 我有時候會跟他對槍 因為他 他就開始在敲的時候 有時候會生氣 又很吵 敲壁敲喔 然後有一次呢 就真的他 我不知道是 是對我跟他罵完他了以後 有一天晚上 他會來壓我 然後我真的看到他了 他就近距離壓我 女的 女的 他就頭髮這樣捶下來 然後在叫 然後我真的是 我那時候室友在我旁邊睡覺 我還是騎不來 然後我就眼睛張開 我也比不起來 被壓著 那你跟他講韓文還是中文 我罵他是用很麻 怎麼可能 還要換個女生 我想問一個韓國人 就是對台灣人印象是什麼 韓國人聽到說 你台灣那邊來的話 他們就說 是泰國嗎 對 因為韓國的 台灣的韓語 跟泰國 泰馬 就是很像 就是有點像 我之前還被問過 我們台灣是不是 走在路上可以看到大象 大象 然後我就 他以為是泰國人 所以我那時候也是 扔了三條線 然後我就說 其實不是 介紹一下你們的理想型 我的理想型 是韓國藝人的 一集團體裡面的野景 就是在表演上很有魅力 蠻可愛的我覺得 我喜歡 哪一種類型的 先講類型 比較 敢做自己 就比較 real的 就不會在那邊 扭扭捏捏那種 只要唱那種 21的CL吧 非常real的那一種 對 那你們覺得 學校有沒有 就是可以推薦的 女生或男生 可是你們也覺得 學校蠻有名的 我覺得可以推薦 學校的 黃之靈 黃之婷 黃之婷 他叫承子 那我們現在去找 他們推薦的 靈靈 好 GO 來 OK 我們又第二次來到這個地方 我們要去找到今天的 大BOSS 請問 靈靈在這裡嗎 我眼睛很大耶 很漂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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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們現在請靈靈來 自我介紹一下 自我介紹一下 嗨 哈囉 嗨大家好 我是黃之婷 然後 我是高二 嚴惡自班 然後 現在16歲 生日是 7月5號 因為我們剛剛有問到 有另外兩個男生的練習生 他們就是有推薦說 就是你也是練習生是嗎 對 那你那時候在那邊是 只是當練習生 還是你有出導 我有出導 你有出導 那是哪一個團體啊 Terry Bowling 那你現在還有在那個團裡面嗎 那你現在還有在那個團裡面嗎 還是 沒有 退團了 那你之後就是 也是會走這一方向 但是還 對 就是還不能 透露太多人 大家多多關注一下 多多關注 他才會知道他之後的走向 他現在自己不能講 沒錯 那你有 理想型的男生嗎 有魅力的吧 有魅力 那你介紹一下你之前的那個 就在韓國的那一段 比起在學校跳舞 就是更累的是 心理方面的 壓力 壓力那一方面 可能自己一個人到國外 辛苦 有沒有就是 最難過的時候 想找家人的時候 沒有辦法找 就是 就要回不到家的那種感覺 那你從 就是練習生的生活 例如就是你走到哪裡 大家就是 欸那是你 呃 是有時候會遇到 之前有時候在士林夜市 然後 我就是只是過個馬路 然後我一直走過去 然後突然就有人就 欸這樣 然後我就回頭 然後就被看到 然後就是 很驚恐 嗯 那要拍照你會 會 會 那我們今天呢 在莊敬也找到了 非常多的帥哥跟美女 對沒錯 就是乖女的五號人才 實在是 有紙吧 堅持也是 也是 嗯 對那我們就在 美少女靈靈這邊 做一個結尾 那希望大家以後呢 有就是 推薦的笑話笑草啊 情願意識 都可以告訴 留言告訴我們 對你們的學校 想要我們去採訪的人 可以其實也可以 偷偷私訊告訴我們 對沒錯 我們就會比較重點發 我們就會去看 那也希望大家 就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記得開啟小鈴鐺喔 掰掰 掰掰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可以記得幫我們訂閱按讚分享 記得開啟小鈴鐺喔 掰掰 按讚 按讚 按讚